介绍武器装备 科普军事知识 欢迎收看军武解析视频 本期为各卫军迷带来的是 毛色M96栓动步枪的武器知识 毛色M96栓动步枪是一款标志性的火器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 该步枪在其制造参数 使用性能、历史作用和收藏价值等方面 都有着令人称道的特点 首先 毛色M96栓动步枪的制造参数堪称精湛 它采用了Mauser系统的经典设计 采用强固的钢制枪身 稳定而耐用 枪管长约74厘米 有效射程达到了超过2000米 它的弹匣容量为5发 采用7.92乘以57毫米毛色子弹 毛色M96还具有精确的枪管弹线和弹簧压弹机构 使其在射击时表现出色 其次 毛色M96栓动步枪在使用性能方面表现出色 该步枪以其出色的精度和可靠性而闻名 它具有优秀的射击稳定性 适用于远距离射击 毛色M96的操作简单 可靠性高 适合各种环境和条件下的使用 该步枪的弹药较为普遍 易于获得和使用 这也增加了其实用性 第三 毛色M96栓动步枪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首次于1896年投入生产 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使用 毛色M96成为多个国家军队的制式步枪 包括德国 瑞典 挪威和其他国家 在这些战争中 该步枪的可靠性和射击精度 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赞誉 最后 毛色M96栓动步枪在收藏界具有很高的价值 由于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意义 毛色M96成为了许多收藏家追逐的目标 它的制造参数和历史背景 使得它成为一件有价值的军事收藏品 毛色M96的稀缺性和品质 决定了其在收藏市场上的高价值 尤其是保存完好的稀有型号 总之 毛色M96栓动步枪 凭借其精湛的制造参数 卓越的使用性能 重要的历史作用和高收藏价值